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荡气回肠 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 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政治高峰 所谓政治家 指那些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 涌现出来的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政治才干 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 纵观整个三国时期 真正一流的政治家 只有以下六位 第一位 曹操作为魏国的实际缔造者 曹操无疑是三国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曹操 自孟德 三国中曹魏政权的惦基人 他曾担任东汉丞相 后加封魏王 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去世后嗜好为武王 其子曹丕称帝后 追尊为武皇帝 尿号太祖 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 作为萧雄之一的曹操 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 费内消灭二元 吕布 刘表 马超 韩岁等割据势力 对外降服男匈奴 乌环 鲜卑等 统一了中国北方 与此同时 他实行了一系列政策 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 扩大屯田 新修水利 奖励农丧 重视手工业 安置流亡人口 实行租调制 从而使中原社会渐趋稳定 经济出现转机 黄和刘豫在曹操统治下 政治渐渐清明 经济逐步恢复 阶级压迫稍有减轻 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事实上 曹操能够在群雄摒起的三国时期 相继消灭袁术 吕布 张秀 袁绍 刘表 马腾等科剧实力 凭借的不仅仅是军事才能 还有他杰出的政治才能 基于此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道 汉默 天下大乱 雄豪兵器 而袁绍虎是四周 强盛莫敌 太祖运筹眼眸 鞭挞于内 懒身 商智法术 该汉 白之奇策 官方受财 各因齐气 矫情认算 不念旧恶 终能总欲黄姬 刻成红业者 为其名略最优也 亦可谓非常之人 超市之结义 第二位 诸葛亮自孔明 昊卧龙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 杰出的政治家 战略家和军事家 他早年随叔父诸葛悬到荆州 诸葛悬死后 诸葛亮就在龙中耕种 后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 并辅佐刘备建立蜀汉 蜀汉建立后 诸葛亮被封为丞相 五香侯 对内服百姓 是以鬼 约官职 从权制 开诚心 不公道 对外联吴抗卫 为实现心腹汉事的政治理想 数次被罚 但都无果而终 可以说 诸葛亮的一生 是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的一生 是极不平凡的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三国十七一流的政治家 诸葛亮的政治才能明显强过其军事才能 诸葛亮对于刘备的作用 恰如萧和对于刘邦的作用 第三位 循玉自文弱 外号谋主 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 战略家 是曹操统一北方的首席谋臣和功臣 循玉作为曹操统一北方的首席谋臣和功臣 被称为王左之才 他居中持重达十数年 处理军国事务 被竞称为寻命军 他在剑计 密谋 匡壁 举人多有剑术 被曹操称为无知子房 循玉在战略方面为曹操规划制定了 统一北方的蓝图和军事路线 曾多次修正曹操的战略方针 而得到曹操的赞赏 包括申根固本以至天下 迎奉天子等战术方面 他曾面对吕布叛乱 而保全眼周三成 其谋恶元少于关度 显出晚 也而坚行清净 以眼其不义齐袭荆州等诸多建树 政治方面 循玉为曹操举荐了中游 循忧 陈群 杜习 细致才 国家等大量人才 事实上 在整个曹操政权乃至整个三国时期 循玉的政治眼光和战略眼光可以说是独步三国 令人叹服 第四位 司马懿兹重大 三国时期为国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 战略家 西晋王朝的奠基人 在三国时期 司马懿曾任职过曹操的大兜都 大将军 太尉 太府 是辅佐了为国三代的托孤府政之重臣 后期成为掌控魏国朝政的权臣 司马懿善谋其策 多次征伐有功 其中最显著的功绩 是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 可以说 在三国中期能够与蜀国丞相诸葛亮 以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者 大概只有司马懿一人 所以 威明帝曾对司马懿说 西方是 非金莫可负者 司马懿对诸葛亮 功无力取胜 手足可以自保 诸葛亮北伐曹魏 在第四五两次最有威胁的出兵中 都是因司马懿的巧妙拘手 而使其无功自撤 第五位 陈群自长文 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曹魏仲臣 为近南北朝选官制度九品中政治和曹魏律法卫律的主要创始人 陈群出身名门 曹操入主徐州时 被辟为司空系曹院署 后转任参城向军事 曹操封魏公时 任魏国的御史中成 后半立部尚书 封昌武庭侯 曹魏建立后 立任尚书令 镇军大将军 中护军 陆上书氏 曹操驾崩后 陈群受召辅政 曹魏即位 任司空 陆上书氏 内封影音侯 事实上 陈群历史曹操 曹批 曹锐三代 以其突出的知识之才 节中尽职 为曹魏政权的理智及其政治制度的建设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位 张昭自子部 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 孙吴仲臣 东汉末年 张昭未必战乱而难渡至扬州 孙策创业时 任命其为常使 辅军中郎将 将文武之事都委任于张昭 孙策临死前 将其弟孙权托付给张昭 张昭率秦辽府立孙权 并安抚百姓 讨伐叛军 帮助孙权稳定局势 赤笔之战时 张昭持主将论 孙权代理车旗将军时 任命张昭为军师 孙权被封为吴王后 败其为隋远将军 奉有权侯 此后曾参与赚定朝仪 孙权两次要设立丞相时 众人都推举张昭 孙权以张昭敢于执剑 性格刚直为由而不用他 先后用孙少 雇佣 可以说 张昭作为辅佐孙策 孙权两代的重臣 对于江东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直实行着稳定豪强政策 在孙权出即位 四方叛乱迭起之时 张昭与江东珠将近密辅佐孙权 使得局势区域安定 在吴夫人担忧孙权年幼 江东不吻时 董席就说过 陶鲁成姬 大小用命 张昭秉重视 席等为爪牙 此地利人和知识也晚无所忧 孙权对群臣大多直接称呼其字 唯独称呼张昭为张公 称张红为东部 可见孙权对二人的期中 张昭已曾向孙权举荐严俊 吕蒙等人 后来都成为吴国的名臣 以上六位便是整个三国时期 真正顶级的政治家 个个才能卓越 个个叱咤风云 正是有了他们 才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才最终造就了与众不同的三国时代 åtminICA 音乐 榜 音乐 音乐 亚